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那很快又是一个周末 那大盘今天呢 开高拉回 上去持平 今天收盘收多少 16888 一路花花花 好征兆 今天没去 真的一路花花花 股票涨停满天灰 那尤其是资源 今年一路以来我们操作 一路往上走 从50 80 110 120 150 到今天呢 16 6.5 大波段啊 这个叫标股嘛 还在弹公投 还不敢进场 很明确多头嘛 那如果空头这股票还会起到这样 这用掌停嘛 那你说这背中天 这今天打起了 机会都在啊 风海集团来了嘛 也不敢说四天 四天去多少 去三生啊 这是空头 要不要进场 这是今天起场耶 你没有提前卡位 你怎么做觉 鴻海出手啦 几万张守住 我是不是说机会都在 大门间没有涨啊 这是年线 这是下降压力线 这里一定要收敛要整理嘛 怎么可能一下涨上去 那时候不要涨最好啊 大家记不记得 十月的时候 我说算嘎空啊 嘎空单嘎空手 法人在这里 我们不是在讨论多空 法人是在讨论什么 他是会急涨还是慢慢涨 是一下子突破一万八 还是还涨 是在讨论这个 不是在讨论多空 美国股收入创新高啦 我们把这一段 这一段放大 这样看着大家比较清楚 这是年线 这是年线 这是月线 这是季线 我说上个月在跌 我一直讲自圆自圆自圆 我说我在讲十四年的多头 底部区起涨 十年某一件 你跟我讲一个月往下跌 所以我说基同压讲嘛 何况年线是向上的 怎会那么多人看空 不过这样也很好啊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嘛 有观望 有做多有做空 这盘才会持续啊 那接下来呢 下礼拜怎么样 下礼拜是盘整啊 11月就要涨了喔 所以这个礼拜你要赶快布局喔 我们来看一看呢 这个地方 月线在这里 季线在这里 所以昨天怎么样 开钩拉回 好像要盘头了 那今天呢 下跌又往上拉 这里是接近季线 这里是接近月线 所以呢 下礼拜还是会整理 但11月就上去了 11月就上去了 赶快布局啦 赶快布局啦 真的很希望大家都能赚钱喔 十月混呢 你像细致财对不对 在轮展嘛 立望四星我们出掉啦 那接下来呢 至于爱佛又往上走了嘛 这是大盘 这是桂买 桂买更强啦 桂买是更强 这个盘是内支在主导喔 是内支在主导喔 你再看一看道琼 为什么画两圈啊 让你注意看啦 他创新高啦 月线季线他已经压在底下了 道琼是多头啊 不要去怀疑 K线 K线好 你要看懂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是做多也不好嘛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嘛 大家比判断力啊 大家比判断力啊 看谁准嘛 那萨也创新高啊 代表什么 月线季线压在脚底下嘛 代表主流 是垫子嘛 那如果看拉萨不够 那你看灰半也是一样嘛 把方向抓稳了 下礼拜还是在整理喔 月线季线 11月就往上走咯 我们看一看智元 智元今天又涨停了嘛 这我也不会算啊 为什么我说基同鸭奖 一堆人不敢买 看头 年线向上整或是头部呢 那至少你要跌破年线嘛 那你看一个月 我是刚十年的底部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智元今天来到哪里 这是月线对不对 九十六年到这里 十年磨一剑嘛 十四年 从这个地方 五十八十一百一 这九月份啊 十月呢 来到一百二了 我们再看一下 接下来到一百三一百五 大盘九位在这里 这里还没涨嘛 这圣达科 这圣达科 周K现在低档区 这个叫标股 圣达科 标这样这个叫标股 对不对 艾浦股票分割以后 这四天 连涨四天啊 三成 台半这个连六红 看能创新高 那重点是什么 建汉齐涨 机会是不是都在 那你看讲高价股 那建汉是低价股啊 至远从低价到中价嘛 那我说呢 昨天跟大家谈什么 我们昨天是不是说 这一组会员 持股对不对 四党 波段 今天又涨停嘛 艾浦呢 四天 四天 三成啊 技股票经理 今天又去啊 还是全部都去 波段 五成 三成 掌 对不对 我们看另外一组 其实这盖起来呢 其实电视上都有讲 只是 会员的权益啦 不要全部公开 这电视都有讲过啦 圣达科 台办 健康健的掌啦 是不是机会都在 这支的电视也有讲 事实上呢 保留会员一点点权益嘛 是不是都贪钱 那这里是多头还是空头 今天周末 公开这些东西 这是要付法律责任 那我只是要跟大家谈 大盘下礼拜 还会再整理一周 那你要把握机会 找一些股票呢 赶快去做布局 11月要涨了 全世界 包括美股 都已经创新高了 这里是多头 很明确的多头 你如果低档买 往上走 你就轻松做教嘛 这家做什么 倒定年干嘛 轻轻松松 就上去啦 刚也公开传证稿 对不对 这都是会员的死骨嘛 是转欢天了 下礼拜再整理哦 11月要涨了 把握机会明确的兜头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现场 那这个周末呢 向投资人都做一点功课 因为下礼拜非常的关键 11月呢 整理完了会进入主身段 这是大盘的一个K线 该赚的一定要赚喔 你不要等它上去了 你又去追价 像很多投资人 我们不要讲换空 很多投资人一直观望嘛 一直不敢买进 但是这里如果是空投 那为什么我一大堆股票都往上涨 很明显的 有人判断错误嘛 那接下来我们讲台子 那我说线谷呢 这际线 这月线对不对 它碰到际线 流上引线嘛 昨天对不对 掉下来 空投很高兴啦 那今天拉下来对不对 碰到月线附近又上去了嘛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盘整嘛 那就算这几天 这里突破月线 这几天盘整 这矽缸 这矽缸 艾浦是连长四天 矽智财啊 都盘在整理矽缸 他矽缸去三生嘛 所以我说呢 你要找机会 你要赶快啊 矽智财在轮长低买嘛 我们看台子 同样的啊 这里是季线 这里是月线 对不对 昨天碰到季线拉回嘛 正常啊 那今天来到月线附近 又往上 那这是年线嘛 所以呢 一样嘛 下礼拜怎么样 盘整啊 你看得懂 操售起来就很轻松嘛 这边的盘呢 都在怎么样 上冲下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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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驾死人 这样扭起来抬下来 这里是季线 这里是月线嘛 星陶辽要知道 你要看懂 下礼拜还是一样盘整嘛 那如果盘整的话呢 上冲下洗 礼拜怎么看 这里相对的低档就是 支撑嘛 这里相对的就是压力嘛 那既然是盘整呢 你就急跌去买 急涨平仓嘛 下礼拜这样做啊 但到11月就不一定喔 11月就有可能 这是K线11月整理完了 就有可能会上去啊 这是60分钟线 下礼拜在这里整理嘛 那整理的过程当中呢 指数呢 可能比较容易做 你把月线季线抓出来 低进高出 然后呢 个股的部分呢 你就要用心的去找 比如说呢 10月份 这跟大盘有什么关系 主流股上去了嘛 这跟大盘有什么关系 低轨卫星啊 第四季明年都是成长的嘛 在爱普啊 在这里750 我们参加怎么样 股票分割嘛 一股变两股 七八五下来变375 今天起起来 485 这样是不是三成 四天嘛 一二三四 这四天怎么样 这四天大盘在整理啊 那支主导啊 底部进场 对不对 看台办 是上去了 台办几乎天天讲啊 什么时候买 跌的时候低档买啊 跌的时候低档买啊 价值在这里嘛 电动车啊 汉垒 汉垒 对不对 创新高啊 健康健康上去了嘛 轻轻松松 是不做教 我说不要老师呢 看到影子就开枪 看到影子就开枪 空头 放空不敢买 不敢买不敢买不敢买 对啊 一个头 对不对 恩赐的头部 该赚的贯钱就凑过了 那当然你不一定放空 但是你一直观望 模模糊糊 你也赚不到钱嘛 那下礼拜我说再整理 你等下过去了以后 你又变成又追价了嘛 那这几个月再整理 自圆 掌翻天啊 力望四星 实现波段嘛 汉垒 电动车 低轨卫星 一档一档做嘛 这是一个内支 内支主导的盘势 要把握机会啊 你看一看贵买 看一看道琼 不要去怀疑啊 下礼拜是你最后的机会哦 机会都在对不对 准备好了没有 或者呢 让我来帮你 股票跟期货你可以双赢的 11月前新的布局 我们休息一下 法人顾问 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 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女之路 支付专线02-2752-5868-2752-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命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 五趴六趴 欢迎回到现场 我说在操盘 不只是在解盘 看空的人一大涨 就去解释 解释很容易 事后看图说故事 可是操盘就很难 我三十年操盘的经验 我今天也公开传真稿 哪一个老师会公开 持股多不多 有哪些股票 那更改要负法律责任的嘛 我是真正的操盘 赚到真的有出手喔 9月份外销订单历史新高 昨天公布这个讯息 官方公布的 贵买大户第三季 增加三成 来到9000多人 创历史新高 这个也是历史新高啊 这个也是历史新高啊 这个也是历史新高 那这些人在干什么 一定是看基本面嘛 那第三季大凡有没有涨 第三季大凡没有涨 7月8月9月 他为什么这些大户历史新高 他担担不去 很多股票涨翻天了嘛 就好像十月没涨 资源为什么涨 圣达克为什么做直升机 你要了解法人嘛 法人在想什么 他在做什么 如果是空头 为什么这些会涨翻天 再看看今天 报纸上的头条 立望登古后 那通常登古后呢 你要注意 代表他已经涨很多了 那立望王也波段出了 我不是抽出这高点 出了他还在涨 但是五成啊 五成是一个诱惑对不对 那卖掉怎么样 你重新布局啊 像艾浦三天又四天又涨三成嘛 我只告诉你一个方向 细致财对不对 立望登古后不能追 那我也实现波段了嘛 四星我也实现波段了嘛 至于人间利益都出来啦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哪里 从低价中价到高价嘛 毛利率成长明年明年 一路成长对不对 但是股价涨翻天了嘛 那也是一样啊 低买就做教 设停立嘛 那不要追价 不是叫你追哦 你要看得懂方向 不要看到影子就开枪嘛 在今年有几次头部啊 你错过赚钱的机会 你红梯都不敢买 今年是内支在主导 外支随他去 那时候把证据拿出来啊 外支实在赚到钱啊 这昨天 今天是原涨停嘛 代表真的赚到嘛 还没卖对不对 这也是波段串新高啦 今天又涨停啦 艾浦今天又涨啦 四天三成嘛 这支今天也涨喔 全部都涨嘛 再看另外一组 森达克也是做直升机啊 一路往上走 鎖丹嘛 台办连续涨六天啦 也是大概三成啦 建汉 今天鎖住啦 是不是做教 这一档呢 我们稍微保留 那这一档呢 电视上我也讲过 不要全部公开嘛 因为这会员的资讯啊 这要负法律责任 第一个我股票多不多 不多嘛 那第二个呢 有没有赚钱 我不是在解盘 我是在操盘 操盘是真正带会员赚到钱 真的有出手 那大盘在下礼拜呢 下一杯我说他来整理嘛 就跟之前森达克 这周线在低档区 那做直升机上去了嘛 像智元 14年的高点 147今天来到多少 今天有涨停啊 就昨天嘛 來到这里啦 要不要追 不要追嘛 但是股票一档一档操作啊 这叫标股啊 直升机对不对 10月份 四天三成 都会员的持股啊 刚刚也秀船登稿了嘛 低档买 坐轿 创新高 这个刚起涨 是涨停满天灰 那还有什么股票可以去布局 这几天你跟上的话呢 就有啦 今天起涨 对不对 涨疯了嘛 下礼拜再整理 11月往上走了 全新的布局 11月我希望你跟上脚步 机会一直都在 那你准备好了没有 赚钱呢 不能慢慢拍 谷佳琪 11月全新的布局 谢谢大家 本土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7月3日 10月3日 1月1日 2日 10月3日 3日 3日 1日 1日 3日 5日 3日 3日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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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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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一頭搶得來 腳手不一身 冬水不一身打 看得好得像是半半空 整個草爐就無聊空 如果開了 讓外面休息了一半補力戰 你也知道開了